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个正向的天空的时间 今天是2020年8月22日星期六的时间 今天的正向的天空就有我许立山 还有澳洲小金宇 珍彼士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财士 珍彼士 记住赞个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 梦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 正向部晒冷的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好了 又回到今天的正向的天空 要先说一下 看到之前这个晒冷气里面的少年A 重出江湖 终于垢头 看到很多芒药都相当支持 未来都会再录有关他的故事的节目 希望大家多多留意晒冷气YouTube频道的节目 好了 事不宜迟 又回到我们的正向的天空 有什么话题呢 我看到一个新闻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起了 真的很可悲 香港的社会某程度上 除了因为去年黑暴的问题 搞到引发下去 之后19日再加上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再叫他们什么诉求 把他们的政治问题 再推到议会 因为社会上那些黑暴人少了很多 不能再搞到什么出样 那变成在议会继续搞下去了 好了 19日再加上这帮范步派言 在搞搞搞阵 烏里马查之后 去到一个问题就是 原来看到就说 NGO 大家知道什么NGO 那些非牟利机构 非政府的机构 原来他们都很麻烦 是 那怎么麻烦呢 就是原来他们 营运方面都欠缺问题了 那没有办法了 说明这个非政府的机构 所以他们营运方面 很多时候都不会全部要靠政府 某程度上他们在政府上面 都是会有一些优惠方面给他们 不过他们很多时候都要靠自己去营运 那当然他们都会帮到很多 基层的市民 不同的团体都不一定都会帮到 那没办法了 这个时候疫情底下 19问题底下 基层的需求也都会大增 对不对 没错 那没办法了 他们的营运方面 在这个情况下都会出现了一些问题 资金方面都会减少 那我想到一件事情了 他们这一方面的 就是要真的 下手下脚去帮到基层的机构都不行 反而那些什么黄圈的律师 例如那些什么 许智峰呢 还筹了330万 他搞了一些无谓的东西 他叫做 例如告一些警察 告一些的士司机 搞一些私人众筹 其实政府那方面都觉得 律政司那方面都觉得没需要 但是你许智峰依然坚持要继续搞 还去筹钱 还有大家都记得了 最经典的612 《惨无人道基金》 也都筹了不少钱 都是反而去支持这些所谓的叫暴徒的人 或者帮他们搞些搞老 还有很无无畏为的 例如陈志全被郭惠强抛了那一下 又嫌警方起诉得不够快 自己又筹了几十万出来 去叫做私人检控 淋淋沈沈很多很多的 还有最近大家都很记得了 《苹果日报》 大家要去买它 10元10元的份买下去 又说什么夹钱下去 我不知道大家真bc有没有留意到 直接有些人夹钱去登报纸 登一版广告 可能十人二十人登 每天写一段东西 登在报纸里面 我看到汤米他有讲过 其实我有点点生气 就是这个世界这么多人需要帮助 是不是他们的 就是刚才你上讲的那些 我觉得很按卡的 就是这些人本来已经有十皮的一个月 就是他们搞一些东西出来 令社会更加乱 你还帮他们筹钱 就是鼓励了他们 其实有没有反思过捐钱给他们的人 有没有反思过你做的东西是否真的好事 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是吃都吃不饱的 没错了 就是这些NGO其实很多都默默耕耘 去帮助其他基层的人 自己也可能多走一步 吃少一点 拿少一点这个机构的资源来到 可能帮更加多人的 很多捱都很辛苦的 反而你们各出其谋 在这个社会里这样刮这些钱出来 例如水果报大家都知道 喂 挖挖钱的 是做一些这么多抹黑 或者煽动 或者令到下一代的思想都被洗脑 被分头到在一个不好的方面去想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这么狠去支持 反而你的钱为什么不老老实实 当然啦 我的钱是我的自由 我喜欢怎么用它怎么用 我觉得很可悲 反而这些NGO要叫做 他们说我爱香港 我爱香港 那么多人觉得生活不好的时候 你很爱这个地方 是不是需要令到这个地方变得更好呢 更加和谐呢 这个社会 是啊 那我们可以讲一下 这个NGO面对的困境 究竟是怎么样 大家才明白 这帮的黄圈的人 怎么这么可耻 好了 就要讲一下 有哪个NGO就不看了 名字就不看了 他们负责什么呢 食物援助 教育方面的企划 那方面的问题 好了 因为各项各业 都很多人有这个失业 失业的问题都上升 所以他们的求助人数都大增了 未少有这么多人来说需要帮忙 甚至乎呢 连他们的录音都打到爆了 就是没有空接听你的电话 有些什么留言讲下 他说每天都有几十个致电 有申请这个食物援助 感到基层 对于前线服务的需要都相当之重要 好了 说了 去到这个19的第三波的示弱 员工呢 都仍然回到这个办公室办公 真的没有工作从家 现在很多人都是想着 免得要回到办公室 在家里工作也行 但是NGO都没办法 都要局势顶着上去接线了 或者要开食物银行 去给一些基层市民来拿东西 都需要 好了 期望可以 就是为什么都要这么做呢 就是希望可以及时处理到一些街坊方面的问题 又说了 这些NGO虽然是一些接受捐款的机构 不过他们就算同行都相当竞争之大 其实跟黄圈一样 每个人自己都开摊出来 有Patreon 有612 有这个 搞什么基金 其实自己竞争都很大了 好了 这个基金 都 这些叫做 不同的NGO 那些竞争大 没办法了 只能够资助到特定的项目 今年 又没有申请到任何的资助 都没办法了 即使有人捐钱也好 买物资也好 还是怎样也好 但是都需要行政费才是可以去做到事 即使说 喂 有人捐钱 但是都可能需要有人去帮忙 如何去采购 还是怎样才可以做到事 那 没办法了 所以 现在都是吃回以前的储备 那 营运资金那方面 有些NGO都说 喂 顶不住 他最多都是熬到半年左右 嗯 所以 希望 那些捐钱给那些政治人物的人 请你们真的想想 是不是 你 你所说的 你很热爱这个地方 是不是你有多热爱 其实还是你热爱 你那种 意识形态 你觉得你应该有这种 叫做政治的待遇 其实有一件事 是 一直都很错的 其实 那帮王人一直很错的 就是 因为其实 香港的 叫做 跟内地不断拉近 其实他们 现在唯一觉得 可以优越到 内地地方 就是自己所谓懂得的民主 但是 我觉得他们 这样捐钱 都是为了显示自己高尚一些 但是你真正的高尚 不是 你的政治理念 有多高尚 真正的高尚 是可以回馈到这个社会 没错 那么 大家能明白的事情 就是好像很多这些NGO 这些真的 对到 应一应 是对着这个社会 需要帮忙的人 就是可能你觉得 什么 出来游行 又说这样 那样 争取民主 还是怎样的 民主以外 其实我觉得 争取民主 不是不需要 还是怎样的 不是这样的方式 还有没有留意一下 究竟一个社会 究竟是 本身究竟是怎样的 你太过去的政治化 搞到其实很多 你忘记了 基层 或者可能你身边 需要帮忙的人 都是需要帮一把 这个真的要想一想 很多人 有时 那些黄友 很多都可能 都很难去的 都硬斑斑的 不过我自己觉得 有些可能在这个十九底下 例如那些什么黄店 自己都开始 不知道会不会反省一下 再这样下去 其实 什么揽炒 又是什么诉求 什么撑手足 还是怎么样 会不会自己都是过分了 或者自己都是走到牛角尖 其实看到很多NGO 他们可能除了是食物方面 也都可能会帮到不同的机构 或者小朋友方面 做一些教育方面 还是怎么样 都会有 我觉得基层 就是说生活那方面需要 但是下一代都很需要大家的帮忙 不是教他们 什么画那个米珠连 还是怎么样 教他们什么警报 那些黄老师 教一些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不是再 好像带M这样 教自己女儿 对着政府人 记者的时候 举中指 这些真的不要 其实作为父母 如果你这样灌输了他 一些这么仇恨 或者叫做不正确的价值观 其实这个小朋友都很凄凉 是呀 那我为什么觉得那些黄圈的律师 就是肚满腸肥 每个都要多少百万 多少十万去打官司 还是怎么样 那你之后 你想想 其实你只想想你自己 你自己这些官司来说 你都知道自己政治是多于一切的 都并非是为所谓的什么 争取一个公道 还是怎么样 最后就做货币 对 就等于这样 许智峰要告那个交通警 开枪那一宗 我自己觉得这一宗 我自己觉得 真是最可恥的 这一宗 老实 对着警察 你是集警 再加上有三个人 再加上有一个人 是和警察糾纏 再有一个走过去是 使出一个零波未报 再加上想擒拿手去抢枪 那一枪不开? 不是吧? 接着你要告这个警察 严重伤人 甚至谋杀 要终身监监 有没有搞错 就是还有人给钱 反而你益了那个律师 益了许智峰 反而几百万 你想想可以 令到多少基层可以受惠 因为这个很值得大家去参考 深思 深思一下 那好了 不如就许智峰这件事 说一下 昨天有一节节目 2020.08.21h 封继续衰 就是这个 许智峰 就是 他那个私人检控 的士叔叔那里 他各方面 都终于 律政司出马了 就说 你这件事 要撤回这个恐高了 真是 看到都开心 是吧? 女士就说 他说 司法已死 法治已死 也说完 那些废话 如果真是告得整个阿叔 有些什么 的话 真是方不法治 大马sir 也在那节目 也有说过 简单解释过 好了 当时这个司机大佬 是被那群暴徒伸了手 伸了手 进去的车里面 真的很危险 那时候 抢了他的车 唯有停停车 你们还说他 叫做 什么 撞我们 怎么撕了他 很老实 大家都知道 有什么叫 银食车 银食车都不敢 鞋花都不敢 大家知不知道 真是知不知道 香港的的士 所以如果你租来银 那你交出来之前 即交给下一间 或者交回车行之前 你要停下车去 抹干净的车 连里面的车厢 都要抹干净的 我们这里都是这样的 是吧 所以如果那些聚酒佬 搞到 吐了一部车 他就会 小小声 有很大的工程 弄干净的部车 没有浸气 香港就会和客人 收回清洁费 多少呢 就没有特定的 可能不够水 所以你想想 司机有一个惯性 是要保护银食车的 又怎会无端端 拿着银食车去撞你 真的激速传说吗 说真的 所以见到那些黄圈律师 有时候我都很猛 是吧 就是见到个个都夹水 收到一些官司费用 又贵那么贵 又贵得那么贵 其实那个铁头 也有的 那这里 之前我们都说过 这里就不再重复太多了 事不宜迟 先读下大家的留言 好了 李先生 哎呀 如果 会不会这样 我有钱 都要私人检控 许子峰 用生化武器 恐怖襲击立法会议员 其实都可以的 你都可以 不过呢 你要代表当时人 例如你代表当时的陈凯恩 你要受杂才可以控告 那你除非找到一个这样出来 哦 那 XLan Ho 恭喜了 我们终于达到17万的订阅 恭喜MINGZB 17万的订阅 其实呢 最主要呢 都是靠大家 按订阅那个支持 那我们呢 都是做节目 那这都要多谢大家先 好了 Kim Choi Kim Choi 他就说了 私人检控呢 只不过是藉口 重点呢 是众筹 众筹也是其一 最紧要呢 另外呢 就要拿来 政治上面那方面的光滑 还有这个叫做曝光率 一拍就三响了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个都是搞众筹呢 就是这样的 是的 A德芳 哦 这位盲友呢 補充一下的士司机的单案 哦 他说呢 他是去附近的酒店接客去机场 没有办法通过呢 就被黑衣人抢态 所以才撞向他们 哦 这样 所以有时候 这些案子呢 都要靠那些盲友呢 大家一起给资料才知道的哦 哦 哦 对了 刚才曾毕师说 喂 他们叫什么法治治死 有阿新的话 反而看到正义的伸张 应该可以说是 法律的制度呢 就真的 还没死 因为为什么呢 律政司为什么要停止这些叫做私人检控呢 就是说 防止有人滥用这些制度 拿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出来 或者一些很不等小的出来 都再出来这样搞私人检控的话呢 就变成是会令到那个问题 像郭卓堅那样就大件事了 是吧 是的 那么麻烦 个个都去私人检控的话 有钱都去私人检控的话 刚才那个网友说的 我有钱我都可以去搞私人检控呢 不是不行的 只不过你有当事人陪到你一起 那就可以了 那就是许智峰而已 你有东西需要私人检控 你找我吧 你透过我 加上他的律师团队 那你是当事人的话 那他就会帮你搞到的了 哇 这些完全是一个生意圈来的 嘿嘿 哦 张娃 他都说了 目的就是出镜率和中炒 其实是这样的了 现在他们出镜率是很重要的 是出镜率才有人气才有人给钱的嘛 没错 跟个明星一样 是吧 他们政治 骇星不是明星 他们说的这个 很好笑 只是骇星而已 笑中有泪 这帮人真的令到 好了潘嗨嗨 他就说了 这个司机还被人抢走了他的现金 他的努力士都抢了 这么惨啊 对啊 这帮叫做黑暴友 什么都敢死的 哦 你的钱是不 你这个司机 你的钱是不以之材 你去抢走他 那怎么敢死啊 你们可以这样想一条条 都可以 W.K.Shield 他就说的士司机根本那时候就不在駕駛 他的本人和车都被其他人干扰 何来危险駕駛呢 应该被告干扰他的暴徒 的士法例呢 就是一条 就是不可以干扰的士司机的驾驶 哦 是啊 说得对啊 基本上你不能撩司机说话 现在他们不是撩抢 这个最恐怖的 是啊 不是撩的啊 不单止动手啊 动手啊 一定不讲粗口 那些人一定在那里 好了 继续讲讲先 好了 求王迪布里 这是网名而已 不是真的迪布里留言 啊 当私人检控被滥用的时候呢 律政司呢 就有责任介入 啊 没错了 律政司和他的团队呢 都是有责任去处理一些问题的 不单止了 他这个私人检控呢 是令到社会上呢 都牵起一番的争议 啊 不要被人利用了 被这些许智峰啊 例如还有其他人呢 啊 误导了很多市民 就觉得哇 我们可以用私人检控呢 去做到他们想做的事 那就变了一个是 对社会违禍呢 更加大的影响 不是单止一宗案 一宗案 以后影响多大呢 反应多深呢 这些反应一个更加大的问题 好了 我们今晚读多两个留言 哦 哇 很多网友都说啊 啊 Kirida Lau 他说 当时呢 驾驶的士 根本就不是司机操控 是被暴徒操控了 Moon Kok 他就说了 粗暴介入他这件事 粗暴介入那个是许智峰啊 有看片的市民 的士司机是被暴徒打到头破血流 惨不忍睹啊 许智峰还扭曲事实 埋没良心 支持律政司 合理撤销这个控罪啊 撤销呢 应该说撤控 就是撤销这个检控的问题 没错啊 就是呢 将被 就是这个仇害人呢 将被图到成这个 叫做 叫做 就是戚秦氏啊 周星池那套 白面包青天 包龙星戚秦氏啊 是的 包龙星戚秦氏 将原告 不是 被告就图成原告 哎呀 真的呢 六月都会飞上 那好了 我们这一节呢 时间呢 去到这里先好不好 我们呢 再有正向天空的内容呢 再跟大家题目再跟大家谈谈谈啦 好吗 今节多谢大家先拜拜 拜拜